戴著眼鏡的男子 要民眾不要將拍攝影片PO網 只見他腳邊趴著兩隻流浪狗 面前只有一杯水 沒有食物 炎炎一息 一旁還放著一個愛心香 寫著要幫狗狗目環 去年的時候他皮膚變 後來的時候被車撞到 前面受傷 我也給他目環 男子稱流浪狗受傷 所以要募款救狗 還自治看板 希望路過的民眾日行一善 因為流浪狗的前後腳都斷過 一隻耳朵發炎流膿 另一隻則有蛔蟲寄生肚理 要路人捐十元零錢 贊助愛心 幫助狗送著就醫 但這個舉動卻引來動保團體質疑 這名男子難道是把狗 當成賺錢工具 募款一定要跟會無負申請要勸募 然後你要貼在這幾錢 你要用去哪裡 如果要第一個他去圍環 然後第二個他如果說 這是狗是他的 那我們就偷自動保處 請查他有沒有植物金貼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可能會覺得說很錯愕 想說怎麼可以 濫用人家的愛心 不只動保團體質疑募款目的 其他民眾也懷疑真假 不過實際回到現場 男子喊怨澄清 誤到我就帶他們去看醫生的 有啦 那個有拿去給醫生看 不然他也明天會癢 男子表示是因為流浪狗傷勢需要就醫 他有無力支付醫藥費 才會想尋求幫忙 張貼告示要民眾捐愛心 但男子看似愛狗 小狗卻看不出來 有被細心照顧 只希望木萊的錢 真的能讓小狗看病 不要白白浪費民眾愛心 記者五國真誠老虎 高雄報導